颱風正在步步逼近 不過發生在高雄港外海貨櫃船 乘船的事故 到今天下午三點 還有大約兩百個貨櫃 還沒打撈起來 高雄港物分公司調動相關人力機具 希望在明天能夠完成打撈 另外為了防臺 避免排水不及 導致災情 是不是整備各抽水站 並且排空置洪池來嚴正以待 而屏東的東流線 還有臺東綠島 以及蘭嶼的船班 明後天將會陸續暫停的停航 今天有不少遊客 都趕著要搭船返回本島 藍色貨櫃卡在鳳鼻頭漁港 或中門沙灘附近 陸續被吊掛上岸 高雄港外海二十一號 發生外籍貨櫃船乘船事故 經過連日打撈 截至二十四號下午三點 仍有約兩百個貨櫃散落海域 或暗季等處 連屏東東流航線上 都可看到漂流的貨櫃 為確保港口及海域安全 內政部長林佑昌要求 這兩天必須將貨櫃撈完 港共公司調動中南部相關人力 及設備加緊作業 因為隨著颱風杜蘇瑞逐漸逼近 臺東二十四號上午 大浪一波波來襲 沿海已觀測到兩米浪高 往返南宇和綠島航班二十五號起停航三天 許多遊客也提早搭船回本島 台東已有三年多枚颱風侵襲 富岡漁港有漁民擔心颱風 會把船整艘打翻或吹上岸 趕緊請來吊車把漁船吊起來防臺 除了海上防臺由於颱風暴風圈 將影響中南部 高市府預估二十五號到二十七號 山區總雨量將達到六百到九百毫米 也趕緊加強應變 早上我們也進行了 那相關的抽水設備的一個防洪測試 就怕排水不及釀災 水利局一早整備多個抽水站 確認各置洪池排空或維持在低水位 市長陳其邁下午更到置洪池 視察防洪準備 表示相關局處已做好最後盤點 也提醒民眾務必注意 這次颱風來襲 記者陳懷與陳賢坤張明哲綜合報導